2023年高雄国际云端产业峰会在高雄展览馆盛大举行 市长陈其迈出席活动时表示 市府近年与AWS紧密合作 包含亚湾联合创新中心成立 运作金融创新中心落地高雄 并提供云端进阶服务串联企业等各项进阶服务 今天是特别来我们AWS在高雄亚湾 今年所举办的有些黑客松的一些竞赛 那这几年我们其实跟AWS有非常充分的合作 也包括了之前国泰金跟我们AWS合作的 这个相关的金融科技的 这个带高雄落地的成立金融创新中心 那应该是在去年吧 因为时间在过其实很快 那带高雄也成立了这个Outpost的 这个云端的这个进阶的服务 这是陈世奇的这个公有云 那也创接包括整个在企业的一些进阶的一些服务 陈其迈指出AWS在协助新创业者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不仅提供系统整合商 电信商良好试验场域 也提供新创企业许多协助 从起步、孵化到加速发展 从观念到商业模式、服务模式 在亚湾的这个联合创新中心 其实已经运作的 要有两年的时间 那今年我们的新的计划是希望说能够跟 像印度啦 或者是这个新加坡等等 联合创新中心的这个对接 那我们在AWS的这个协助之下呢 就是我们有一些金属的这个业者 其实也借由AWS跟这个国外的其他的这个市场 那也对接 那也有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机会跟成功的一些案例 那所以我们也认为说 那随着这个净铃的转型 那逐渐的在很多低摊科技的这个运用 也包括绿色金融等等 这个跟AWS未来还会有很多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 陈其迈强调 高雄市政府应是全台第一个将政府资料上云端 提供更便捷、更安全的服务 考虑在公有云部分 AWS对于资安严格要求 政府可以更安心利用资料库 及强化资安管理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